2008年 全球经济危机 世界 特别是欧洲各国陷入长期负增长的泥沼 缺乏强大工业体系的希腊爆发巨大的债务危机 引发多次全民罢工 希腊政府因此不得不忍痛出售繁荣一时的比类F4港 中国的中远集团出手中标 投资40亿 获得比岗35年特许经营权 两年后 比岗就成为了地中海第一大港 成功翻盘 然而 整个公司却只有7个中国员工 中国做这一切似乎都是为希腊经济发展做了嫁衣 那么 中国到底在这场看似极不平等的交易中获得了什么 是否真的只是圣母心发作 今天 小编就和大家来聊一聊 新来的小伙伴别忘了点击订阅 打开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往期精彩的内容 您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 这你就误会了 事实上 是为中国未来打入欧洲市场提前布下的棋局中 不可不说的一步 比雷埃夫斯港是希腊的最大港口 位于希腊东南部 濒临爱琴海 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从公元前五世纪开始 比岗就已经成为欧洲最繁华的港口之一 岸边流水游笼 微黄的日光洒在忙碌的海面 来自世界各地的船只临次至笔 水手的往来吆喝声 卸货装货声和轰鸣的发动机声此起彼伏 好不热的 二战以后 比岗被不慎破坏 开启了漫漫重修路 但自此之后 比岗便开始衰败 再无昔日繁荣 港口管理不善 设备缺乏保养 逐渐老化 船只滞留严重 工作人员也一直在流失 直到2008年 全球经济危机爆发 希腊经济长期负增长 比岗终于不堪重负 负债累累 举步维艰 遥遥欲坠的希腊政府 不得不宣布 向全世界国家出售比岗 将其私有化 然而 在当时的大环境下 世界各国都自身难保 谁会去接这个烫手的山鱼 但是 在其他国家避而远之的时候 中国站了出来 中国的中远集团 有了瓜达尔港的经验 决定接手比岗 毫无疑问 中国在招标会上中标 与希腊签订协议 获得了比岗35年的 特许经营权 准备先投资40亿元 还发布了告员工书 承诺中国管理团队人数 不会超过7人 所有岗位都属于希腊员工 看到这里 你肯定发出了和其他国家 一样的疑问 中国这不就是冤大头吗 花这么多钱 结果什么都得不到 中国接手比岗的原因 都是有迹可循的 首先就是报恩 在20多年前 中国在经济比较困难的时候 希腊主动伸出了援助之手 1999年 中国从乌克兰购买了瓦联格号航母 却在回国时被土耳其阻拦 多次谈判无果 在希腊政府的周旋之下 土耳其才同意放行 01年 希腊向中国提供了 当时全球马力最大的拖船 瓦联格号历经艰险之后 终于抵达大连 虽然当时希腊帮助中国 是其与土耳其的恩怨所致 但对于中国来说 可以说是雪中送坛 不仅如此 希腊还曾四次协助中国撤侨 第一次 1997年阿尔巴尼亚内乱 希腊军人护送158名中方人员回到中国 第二次 2006年 黎巴嫩和以色列武装冲突升级 希腊助力中国 共撤侨170名 第三次 2001年利比亚战争 希腊提供三艘邮轮 协助1万多名中国人撤离 第四次 2011年利比亚爆发冲突 79名中方人员登上希腊军舰 萨拉米斯号抵达希腊笔岗 如此情义 面对陷入绝境的笔岗 中国其会坐视不管 当然 除去报恩 中国接受笔岗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其重要的战略位置 比雷埃夫斯 希腊语义是恶守通道之地 顾名思义 笔岗可以说是连接亚欧大陆的重要枢纽 是必不可少的国际物流中转站 海运而来的货物 不管要进入地中海沿岸国家 还是要进入黑海 都需要在笔岗进行停留中转 来自中国的货物 除了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 可以在笔岗卸货 走铁路直达欧洲内陆 也可以直接走海路 过直布罗陀海峡 抵达英国及欧洲西海岸 可以说 中国收购笔岗 代表着中国势力开始进入欧洲 是打开欧洲之门的第一步 再从历史的长河中来看 希腊这个国家 是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交汇点 自然就会成为中国一带一路的天然合作伙伴 这一点我后面会讲到 如此看来 中国收购笔岗是大势所趋 是充满智慧和情谊的选择 中国接手笔岗之后 仅十余年时间 笔岗就成为了地中海第一大岗 对希腊直接经济贡献超过六亿欧元 为当地一万多人创造了就业 如此辉煌的成绩 中国的中原海运到底做了什么 最开始 中国的重建团队其实是受到当地人排斥的 因为他们担心中国人到了这里之后 不仅基于这个港口代表的机遇 甚至还要抢走当地人的就业机会 于是2008年 中原海运接手港口后的首要任务 就是稳定人心 中原发布一则告员工书 向港口的所有员工承诺 中国的管理团队人数不会超过七人 其他剩余岗位全部属于希腊员工 比港永远属于希腊 在如此真诚的态度下 希腊人民渐渐放下心来 中原也说到做到 全部启用本地员工 进行一系列系统技能培训 还一直在完善公司的福利制度 提高工资 修缮员工食堂 关爱困难家庭 日久见人心 希腊人民在这时从心底接受了中国 这也为港口建设奠定了非常坚实的人力基础 2010年 中原通过特许经营权 接管了比港二号 三号集装箱码头经营 比港自此迎来转机 首先 中国完善了港口管理制度 理清并控制所有费用支出 制定严格的客户服务标准等等 其实 在港口基础建设方面 花费了大功夫 先是投入大量资金 翻新港口所有基础设备 再演进当时先进设备和技术 扩建港口 大力提升港口的吞吐运输能力 立志于将比港打造成 地中海最重要的集装箱港口之一 不仅如此 中原集团还着眼于 对国际市场的开拓 并不因为比港的没落 就将市场定位在当地 而是以长远目光 为光明的未来考虑 在中原集团 这一系列精准改变之下 仅仅几个月 比港一改之前的颓废景象 渐渐开始有船只和人员流动 吞吐量达到88万标准箱 甚至直接由负债累累 直接转向单月盈利 比港得救了 2013年2月 比港已经由单一职能港口 逐渐向综合服务型港口转变 希腊政府开始寻求比港 与欧洲铁路的联系 连接陆海交通 进行实际营运 2014年 中原在比港飞速发展的基础上 创造了一条新的贸易通道 连接中国与欧洲 称为中欧陆海快线 简单来说 就是让来自中国和远东其他地区的货物 经海运抵达该港口之后 直接通过铁路运送到欧洲的内陆国家 使得货物的运输时间和成本 比起其他传统运输方式进一步降低 以此扩大比港的业务范围 这条以比港为核心的中欧陆海快线 在2017年全面运行 服务扩展到至少9个国家 覆盖人口超千万 有至少55条海运航线停靠中转 比港已经成为近年来全球发展最快的集装箱港口之一 2016年 在谈判之下 中原海运正式收购比雷F4港67%的股份 成为比港的实际经营者 2017年 比港集装箱吞吐量达到415万标准箱 成绩亮眼 2019年 比港超越西班牙瓦伦西亚 成为地中海第一大港 对希腊直接经济贡献超过6亿欧元 为当地一万多人创造了就业 在2021年 比港创实现了历史上最高营收以及吞吐量的增长 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 如今 比港风光更盛 在中国的大力投资建设下 已经是包括集装箱码头 邮轮码头 物流仓储 修船造船等多种业务板块的综合服务型港口 一组组夺目的数据都在证明着 中国经验 中国技术 中国标准是多么的强大 中国投资在欧洲并不会水土不服 前文有提到过 希腊这个国家是路上和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交汇点 自然就会成为中国一带一路的天然合作伙伴 比港复兴的背后 离不开中西一带一路合作的大背景 希腊是第一个同中国签署政府间 共建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的欧洲发达国家 而比港这个合作项目就是敲门砖 在过去几年 中西两国的双边贸易额均以平均50%的速度稳定增长 于希腊来说 比港的复兴是希腊经济走出负增长的关键钥匙 也是进一步发展的原动力 于中国来说 比港作为一带一路的关键港口 现在已经是中国打开欧洲市场最便捷高效的大门 2019年 习近平总书记访问希腊 重点参观了中西共建的龙头项目比港 他说 我怀着对文明的尊重和对未来的期许来到希腊 这意味着 中国将继续与希腊一道 深化友谊和互信 推动务实合作 合作领域已经不限制于海运 开始向金融、制造业、研发甚至航空业务拓展 我相信 中西两国的合作也远不止于此 治合者不以山海为源 大洋相通、陆海相接 以比港为中心 两个古老文明携手合作 以智慧和情意 谱写新时代的新篇章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本期视频 就请订阅我的频道吧 我们下期再见